一般斩灵修士都会想办法获得一种分身之法,毕竟分身若死亡,本尊还可以存活,甚至本尊若陨落,分身也依旧能有升级,多了一个分身就等于是多了一条命。 可修行分身的法门多种,参差不齐,而这枯岩妖法本尊道,在妖先古宗内也是排名极高的道法,更是当年李主作下三大妖尊之一的枯岩妖的本命道法,其强悍的程度哪怕是在地久山海也是赫赫声名。 几乎所有的分身术法,都是从自己魂魄内分出一缕魂,作为魂眼,融入或是以血肉,或是以灵体,或是以法宝形成的分身内,从而达到与本尊相通的目的。 这是最安全的,不存在反叛的问题。 可这枯岩妖法本尊道,居然不是分,而是养,以自己的血肉养一具同源的分身,还需要在这分身内融入一缕魂,此魂不可是自身之魂,而是外人的魂魄。 魂魄越强,则分身就越强,甚至还可以填入多魂,使得这分身越来越强。 不是以魂控身,而是以身控魂,枯了魂,化作烟火,滋养分身。 这不是倒数,这是妖法,一旦分身养出,自身意志化作本尊,镇压分身内,成就本尊道。 身如鞘,魂如刀,藏鞘之法,也就是掌握锋芒之力。 此法霸道至极,哭言妖法本尊道,此法修出的甚至不是分身,而是第二本尊,志强本尊。 这一年的时间,外界也发生了不少的大事,其中最惊人的反倒不是孟浩这里,而是难遇三大险地的上古道湖多次喷发。 这样的喷发随时间的流逝越来越频繁,开始还是道湖四周的道景,可如今,甚至道湖区域内也都出现过喷发的现象。 上古道湖再次喷发了,我听说一个月前,一处在道湖区域内的小湖中居然喷出了一件斩铃之宝。 莫说是道湖了,就连四周的道景也都连续数次喷发,如今那里修饰凝聚,听说不少人都有所顿悟。 血妖宗内在最近的这几个月,也经常有弟子之间说起此事,甚至也有不少外出弟子,在上古道湖区域的四周寻找机缘造化,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血妖弟子,对于上古道湖那里极为向往。 若仅仅如此,最多也就是吸引杰丹以及元英初中期的修饰罢了。 可当一个月后,一剑宗的一位元英大圆满的修饰在那道湖旁直接顿悟斩铃后,此事轰动了整个南域,使得所有在元英大圆满境界无法斩铃,且又敢于斩铃的修饰,立刻赶往上古道湖寻求造化。 更有甚者,很多人同时见证,在那道湖区域内爆发过一次极为强烈的喷发波动,按照那波动的程度,似可让斩铃修饰在其内感悟大道。 此事一传出,好比暴风扫过整个南域,使得南域各宗家族的斩铃老祖纷纷怦然心动,血妖宗内一样如此。 邵宗,道湖喷发,老祖闭关不问宗门之事,这种机缘造化,我需要宗可要参加进去。 是啊,邵宗,如今其他几个宗门家族都蠢蠢欲动,甚至一剑宗已在数日前派出大量的修饰,斩铃带队,已前往上古道湖了。 上古道湖外围道景喷发时间没有多少规律,但道湖内的小湖却是两千年喷发一次,其内主湖万年一次呢。 如今算算,如此正是要到了上古道湖所有道湖,齐齐喷发之时了。 铁血二族以及玄天老族还有妖火三族获得孟浩的允许后,踏入山谷内,向着盘膝坐在木屋外,面前放着酒壶的孟浩抱拳时,纷纷开口。 许清在一旁安静地看着眼前这些人,对于许清这些斩铃老族都很是客气,毕竟孟浩这里当初为了许清能一人对抗青罗宗,可见许清在孟浩心中的地位。 孟浩双眼开河间有深邃之芒存在,更有一抹藏得很深的利益,浓郁得不可化开。 在睁开眼的一瞬,让这六个斩铃老族都心神一阵,恭敬地低下了头。 上古道湖 孟浩难难,他如今修为也到了平静,虽说有了头绪,但第三刀还不到斩下之时。 且血腰大法也无法精进,即便再闭关也于事无补。 孟浩看向许清 我没事,我在这里等你,你若能有机缘造化,岂不是更好吗? 许清微笑,柔和地望着孟浩,这一年来他很快乐,不用修行,不用考虑太多,与孟浩在一起好似回到了靠山宗。 铁血老祖六人此刻都看向孟浩,等待孟浩的抉择。 就在这时,忽然妖火三祖中的妖明,那位斩铃第二刀的老者,神色一动,低头时从橱袋内取出一枚发光的玉剑,宁神一看后,他面色一变。 少宗,不可质疑了,继一剑宗之后,金含宗,紫蕴宗,青罗宗,宋家,李家都相继地出发了,由斩铃带队,前往上古道湖呢。 他说着,将手中的玉剑递给孟浩。 孟浩听到青罗宗三个字,看到许清神色有些暗淡后,他墓中杀鸡一闪,结果玉剑。 宁神一看,抬头时,墓中露出果断。 走。 他站起了身,向前一步迈去时,血妖宗这六个斩铃老祖都神色一阵,有孟浩带领,以孟浩的修为,这一次定可让血妖宗取得足够的收获。 孟浩在前,六人在后,出了山谷时,外面早已有数万弟子等待,一个个都露出期待的目光。 孟浩目光一扫。 四大山峰,每峰出一万弟子,随我去上谷道湖。 少宗,少宗。 立刻,血妖宗内传来众人激昂的呼声,与此同时,在那六个斩铃的安排下,顿时各峰都安排了弟子,跟随孟浩,众人化作数万长虹,飞出血妖山。 李诗奇也在其内,至于王有才,则是留在了血妖宗内,盘膝坐在孟浩的山谷外。 在孟浩带着众人飞出时,血妖山上,血潭内的血妖老祖,睁开了眼。 欲斩魔,先入魔。 他的魔,还不够深呢。 南狱三大贤地,王生洞上谷道湖太厄古庙,其中最神秘的当属王生洞了。 煞气最大,则是太厄古庙,而对于修士而言,在修行上最有帮助的,则是上谷道湖。 可这里毕竟是险地,一旦踏入生死难料,唯有在其道湖爆发时,危机才会减少。 造化机缘居多,只是这里存在的无形裂缝,可分割一切,除非是一些质宝,否则的话,都会瞬间撕裂。 除了这些裂缝外,这里还有一处处禁止,这些禁止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,一旦踏入,九成死亡。 另外还有不少传送阵,提前没有任何征兆,就会将人随意地传送在这上谷道湖的各个区域中。 运气好的,或许无事,但若运气差一些,直接送入道湖内或者是裂缝中,哪怕是问道强者,不死也要脱层皮。 更有甚者,最恐怖的是踏入到了这传送的循环里,在这片上谷道湖的区域内,不断地被传送到一个又一个传送阵中,周而复始,没有尽头。 而修士,也在这频繁的传送里,慢慢折磨的,形神俱灭。 这种残酷,在上谷道湖并不罕见,甚至如今都有人看到,一次次传送里,来回传送闪耀的海谷。 很少有人知晓,上谷道湖是如何形成的,但在这片区域内,除了正中间的最大湖泊外,四周环绕着不少小一些的湖泊,一个个看去时如同镜面,可将苍穹映照在内。 至于更外围,则是一些道景,平日里干苦,但在喷发时,可让人看到其内的道影。 甚至出现了道影外,有的道湖道景会喷发出质宝,更有记载喷出过一些诡异恐怖的凶兽,还有天才地宝,功法欲减。 有的没价值,有的却价值无法估算,总之似一切物品在这里都有可能喷发出来。 渐渐的早有人怀疑,在这片上谷道湖下或许存在了一片曾经的存在,可却于岁月中陨落的废墟。 也有很多人想要进入这废墟内,但哪怕是温道巅峰也都无法踏入,甚至南天大地的记家也都在这里遗憾止步。 此刻的上谷道湖外,有数十万修士云集而来,环绕在四周。 这些人大都是散修,他们不敢踏入道湖的范围内,只能在外面彼此争夺那些道景。 若能有实力占据一口道景,则如同有了根基。 可这外面的道景不到三千,也就造成了道湖外的争夺每天都极为惨烈。 可在这惨烈中,还有一个又一个崛起的人物出现,激励着更多的修士为了造化机缘而疯狂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这里的修士来临的是越来越多时,也有不少开始尝试踏入道湖范围内,在那里不但有道景,更有实障道湖。 对于道景而言,几乎九成九喷发出来的都是道影,只有那么一丝的可能喷发的是其他物品。 而道湖根据大小则完全不同,比如这十丈道湖就有一成的可能喷发出其他物品,若是更深处的百丈道湖则有三成可能喷发各种物品,而那些千丈道湖则是有六成的可能性。 最终,那万丈道湖喷发至宝的可能性更是到了九成。 且道景一旦喷出道影,就会固定,只不过是持续地出现同一个道影而已。 可道湖的喷发则并非一次,哪怕是道影出现也都会消失,所以只要守护在旁边耐心等待,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喷发。 只是这上古道湖的区域内十丈道湖约每一千个,但每一个都是那些小型宗门占据。 外人很难撼动,而只有几百个的百丈道湖,大都是那些中型宗门家族把控。 至于千丈道湖一共就十个,唯有如一剑宗这样的大宗家族方有资格占据。 如今的上古道湖凝聚的难遇修士不超过百万,可也有七八十万之多,且每天都在增加,争斗厮杀,争取道景道湖之事,此起彼伏。 呼! 天空上一群修士呼啸而过,那些修士都全身散发金光,好似穿着金色的铠甲,看起来充满了粗犷之意。 他们前行时天地失色,出现了阵阵波稳,这些人看都不看下方外围,直奔上古道湖区域而去。 踏入后,不再飞行,而是在宗门强者带队下,谨慎前行。 金含宗到了,那是金含宗的修士,当前的那个是金含宗的临终老祖,他身后的莫非就是山九大师了? 他旁边的那个胖子,就是当年发誓要取一百个道旅的无耻之徒,李富贵。 呼声从道湖外传入道湖内,让那些小宗门以及中型的宗门都一个个紧张起来。 尤其是这些宗门的女弟子,更是听到了李富贵这个名字后,花容色变。 不多时,外界声音再次传来。 李家来了,那是李家第十九祖,据说他已斩铃第二道,他身后的几人看起来似于他平起平坐,莫非也是斩铃老祖。 宋家也到了,我看到宋家的末世傀儡了,青罗宗,青罗宗的人出现了。 这一次,南狱所有的宗门家族差不多,可都来了。 声音回荡,在这上古道湖内不断的扩散,青罗宗内带队的正是当初在孟浩手中残存的那位斩铃第三道的老者。 他此刻显然修为恢复了不少,面色阴沉,目光时而扫过四周,带人直奔道湖区而去。 宋家众人里,宋家神情平静,跟随在一个中年男子身后,这中年男子神色不怒自威,迈步时当年的宋老怪居然也在其内。 修为也有所提升,到了园英大圆满的巅峰境界,似距离斩铃只差半步了。 他们身后带着上万宋家弟子,更有一万多黑色的傀儡,散发寒气,看起来触目惊心。 几乎在宋家众人踏入上古道湖区域的同时,远处的天空上,一片紫色的祥云呼啸而来。 祥云内有一个面色蜡黄的老者,他旁边有几个气势与他相似的老者,一个个都沉默不语。 在这几个老者身后,跟随数万弟子。 在这片祥云半空,有一尊丹炉环绕,隐隐在丹炉外还有一把剑在游走,气势如虹,来临时立刻就让这道湖内外的修士认出了身份。 是紫韵宗,那是紫韵宗的枯道真人,斩灵强者。 他身后的,想来就是紫韵双焦了,楚玉烟,寒雪山。 紫韵宗众人内楚玉烟目光扫过下方,绣眉皱起,没有看到他想要见到的身影。 其旁站着一个俏丽的女子,肌肤如雪,看起来明媚动人,正是当初墨土圣雪城的圣女寒雪山。 他的墓中也一样扫过四周,随后有些暗淡,在他的身边有一个中年男子,相貌俊朗,沉默不语,时而看下寒雪山时有一抹柔和之意,但却藏得很深。 他是叶飞墓,当年与孟浩争夺子卢身份的那位在丹道上的天骄,此刻几百年都过去了,他已是元英后期。 在这人群内还有一个人,看起来默默无闻,但他的修为竟达到了元英初起,他看着下方,似也在寻找一个记忆里的身影。 他没来吗?就算是来了,怕也记不得我是谁了吧。 这修士是一个老者,轻叹一声,脑海里浮现出当年子孕宗内那一幕幕身影。 方牧师兄,你还记得白云来吗? 子孕宗内安在海,临海龙,这两个当年的子卢丹师赫然在内,此刻也是目光扫过四周,神色内带着复杂。 子孕宗的众人在那祥云内呼啸间踏入上古道湖范围中,消失不见后,这片区域才渐渐又恢复了正常。 直至三天后,天空的尽头处,漠然间出现了一抹血色的光。 子光刹那扩散八方,仿佛有一头血色的妖兽,从这血光内诞生出来。